各位早安 我上班前想很快拍片 因為昨天 就來了一個package from Zara 我前晚就在上網訂 很快 我是晚上六點半訂 第二天早上已經送到來 我覺得很刺激 這些是香水 我個人本身都喜歡塗香水 可能在外國住得久 因為在英國和美國 我看到一些上班 和我以前的同學都很喜歡塗香水 就算讀書的時候 反而在香港我就覺得 不常常聞到 反而就是遠山 有時候遠山 就經過一些外國人士 又會聞到 他們遠山都會塗香水 那香水 或者有些朋友不塗飯 就會覺得很足 當然有些香水很強 就聞起來 尤其是聞不慣 就覺得很足 而且香水也很過人 可能同一個香水 我噴了我覺得很舒服 其他人噴在皮膚上 因為跟我們的皮膚都會有些 interaction 味道可能就會不同 but anyway 說到尾 我個人本身都喜歡香水 我都會買有不同種類的香水 就等不同心情 或者天氣 我就會塗的 冬天塗的香水 和熱天 我個人就會有分別 anyway 我就 如果你們行公司的話 如果有些網友 行慣百貨公司 有一個牌子叫做 Joe Malone 他都很出名 很多全世界都很出名 很多百貨公司都會有他的香水 在這裏 譬如Sogo 在香港 還有Crawford 我都見到的 Sephora Sephora好像沒有香港 but anyway 但John Malone的香水 我覺得不太划算 因為一瓶 好常都是100ml 有些1600元左右 他的香水 雖然他的特出 他是2000年頭 九幾年尾 當時 創造一盤生意 創造香水的品牌 用他的個人名字 他的特出 就是他當時 會比較用一些 unusual的配搭 例如花和香料 或者是很單調的 每個個角色 他鼓勵用戶 可以配容 text 等於另外一個香水 這樣吃下去 讓你有獨特的香味 但問題來 他的香水不復活 噴上去 這個就會噴上去 一兩個小時後 我自己聞不到 除非是 就放在鼻子前面,很近才能找到 我就覺得千多元,百多磅就不值 但是呢,我之前都在新聞上看過 其實他1999年 其實他的 Jo Malone的香水品牌 就已經賣了給Estée Lauder Estée Lauder是可以看的 中文字叫阿代蘭 1999年已經賣了 但是他之後那七年 都有留在Estée Lauder 做那個 consultant 在香水品牌那裏 但是2006年已經離開了 但是他離開了之後 你知道他們的 contract 他自己又不可以再 開一間香水公司 五年內 但是之後,我都知道 等到過渡期過了之後 他都開了一間叫做 Joe Love's 在倫敦 其實好像只是在倫敦 或者網上才能買到的 所以這個就沒有那麼 well known 但Jo Malone 香水品牌 就很 well known 很多法國公司都有的 但是我前一陣子 就知道他跟Zara 有合作過的 好像幾年前已經開始的 最近聖誕前 為什麼很留意到呢 就是聖誕前很多的YouTuber 都有拍影片 因為他在聖誕前 很醒目 推出了一個系列 就叫做Vibrant Cities 就有不同的城市 做那個 題目 推出六七瓶香水 有不同的味道 比如東京 上海 首爾 紐約 Florence Venice Venice Madrid 和倫敦 都有 那我就 變成我去到 上網再看 因為我最近都打算買香水 replenish 我的supply 當我去看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他之前 和Zara做過一些 collab的 不同系列 Zara 和Jo Malone做這個系列 她的香水 其實Zara的香水 一般來說 是不貴的 你知道有些香水 其實真的很貴 我見過幾千元 二三千元 都有的 這些我一定不會 捨得買 其實因為我覺得 這些是很 很disposable 很容易用完的 產品 所以我就不會等這麼多錢 去買 但是幾百元我就覺得OK 但是當我做多些 research 那時候我發覺 原來Zara和Jo Malone 之前都有collab 那她之前collab的香水 原來在香港Zara 網上 在做減價 那就很划算了 所以 我就買了 來到就買了 那我就想解釋一下 盒 盒呢 我就不在這裡開了 因為呢 它包得很穩陣 我買了四瓶 它包得很骨子 很nice 那她的Jo Malone 之前collab 我就買了兩個 那其中一個呢 就叫做ebony wood 包得很美的 我想這個之前是那些gift pack來的 那你看她呢 它原價呢 就229元 那現在我買呢 就139元 那我覺得很划算 那這個呢 裡面的成份呢 就是有 木 還有有Iris Iris是花 木 其實如果未用開香水的朋友 你覺得木有什麼味呢 不要問的 那其實我們中國人都有 那其實有很多木呢 就很香的 那這個呢 就是用其中一種木的 那還有有花 Iris 那又有Musk 和Pachuli 那這個呢 我給你看看 那網上呢 我就做過一些research 那很多人稱讚這個 這個 那另外一個Jo Malone牌子 我買了呢 就是 這個 叫做 又是 又是 包得很漂亮 合約都很漂亮的 那它原價呢 就299元 那現在也是139元 那這個牌子 一個名叫做 Bergamo and Leather Spritz Bergamo是其中一種果 就是橙和檸檬果的那種類別 那就是很香 那Leather就是皮 那這個配搭呢 我也很喜歡 因為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那些很花花的那些香水 那這些呢 很常是Jo Malone的香水 就是unisex的 男女都合用的 那些我就比較喜歡 因為就沒有那麼…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那麼俗的 那又再說 這個就是 包得很漂亮 那另外兩瓶呢 其實就不是Jo Malone的 因為Zara 也有和另外一些出名的 perfumier 合作的 那有一位 叫做Natalie Lawson 她也很出名 她自己就不用她的名字 來推出香水 但她在不同的 cosmetic公司 有做過的 那譬如 我有一些主題 那 姓羅蘭 M.S.K. 原來就 stand for musk 那她的成份 就是有 這個 Almond Sweet Sugar Almond Iris Almond Almond 就是杏仁 Iris 也是花 又有Musk 和Pachuli 那這個就開賣的盒 那你見呢 其實她的 價錢 就原價199 那現在呢 上網價錢 減了價錢後 就79元 那其實很大瓶的 是100 好像是100ml 那你見的 那你見的 其實呢 我初初打算 這麼便宜 應該都好 用些材料好差 或者那個 那個瓶 那其實你見 其實都好 等本下去 那瓶是好實 還有 放在梳妝桌 我個人覺得都很漂亮 那這個就是MSK004 那第四個 這個呢 我看到有些網友介紹 其實這個就不是跟誰人合作的 這個是自己Sara推出的 叫做Gardenia 2021年的 那這個原價也是159元 現在減了都是79元 那又是啦 這個的上網 有些YouTuber就說好像 Opium 也是一個很出名的香水 很多年了 那我就買來試一試 那價錢這麼便宜 那好啦 我還有一點要提 就是呢 因為之前 我未下訂之前 我有去到Sara的店 在Times Square 就噴一噴 因為它當然不止 這四個 四種呢 就是減價的 它有另外一些 那我自己上去 店裡 我其實初初打算 噴完 喜歡就馬上買 不知道為什麼呢 去到 其實店裡 那些價錢 沒有減到 或者沒有減到這麼多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或者想嘗試一下 Jo Malone出的香水 但又不想給幾千多元來買呢 這個我覺得可以試一個 那就去Sara 噴一下自己聞一下 因為每個人的 味道是不同的 而且去到 跟你的身體 配搭了之後 可能效果也不同的 那試完之後 跟著才上網買 那這個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做法 好啦 那我就 走完這裏 就要上班了 拜拜 買完之後 如果你有買到的 就或者在留言告訴我 你買哪一個 那個 買了哪一隻 那試完之後 就告訴我們 你覺得好不好 好啦 拜拜